这里是荣耀英雄卡 本期的荣耀英雄就是外号就做最靠近营水机的选手 乔一般 整理解析 战术三星半 操作四星 意识五星 观察力五星 朱朱两星半 星态三星 全物介绍 乔一般外号最靠近营水机的选手 角色ID 挥越一字挥 职业生涯初期 通过训练营进入微草战队 职业是刺客 由于在微草没有遇到伯乐 当了长期的茶匙小弟 导致他信心严重不足 虽然感觉自己被针退了 但是他的心态并没有帮 后来经过夜修之年 由刺客改玩辅助为主的正轨 合图到击后加入了新星战队 人物成就 乔一般早期的傲人世界有两件 一是在新内营的成绩考核中 刺客拿到不分 正轨拿到零分 撒走了什么关系 刺客为复发 正轨是零分 二是在荣耀全面心上 挑战第一正轨被选面后 哭得像个三百斤的孩子 后来在荣耀职业连在第八赛季结束后 加入新星战队 成为战队主力之一 并在第十三季 随机新获得荣耀联盟总冠军 成功作唱 人生巅峰 技能介绍 刀魂守护 十一级技能 刀魂的鬼神之力 结界为正元型 也在刀魂守护结界内的几方成员提供属性加强 可以说是任何职业在刀魂结界中都可以得到极大的强化 这个技能被玩家称为刀阵 冰霜结界 三十七鬼神冰魂技能 俗称冰霜 冰魂守护的结界 可以对进入的敌人 制造冰属性的法术伤害 并且有几率将目标完全冰结 是一个攻击性的鬼阵 二鬼拍阵 用强大的操作技术和细微的观察力 前后释放两个鬼阵叠加在同一左标 使鬼阵效果增强 并消除技能真攻击 此技能非常考验选手的心态和判断力 人物评价 乔一帆是吊丝面袭走上人生巅峰的代表 所以得看饮水及经验 养成乔一帆善于观察的特点 乔上每个队员的表现都会被他注意到 然后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去配合每个人 给对手造成成敦的伤害 本期的荣耀英雄卡就到这里了